昨天他們所謂的共識啊 我大概只有一句話 就是空藍白之所以談核 是因為不管藍或者是白 都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 更像是聯合次要的敵人 打擊主要的敵人 那你怎麼看藍白核政黨協商昨天說要推動第三波的民主改革 那這樣也會影響到你未來的選舉策略嗎 我相信自從選舉以來啊 社會大眾應該已經看到 我負責任的為了台灣的前途 提出完整的國政藍圖 我相信社會大眾應該也看到了藍白的企圖 今天藍白之所以談核 是因為不管藍或者是白 都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 更像是聯合次要的敵人 打擊主要的敵人 那至於昨天他們所謂的共識啊 我大概只有一句話 就是空 對我後續的競選活動不會有任何影響 基本上因為憲法徵修條文第四條已經有明定 就是立法院在集會期間 得邀請總統做國情之文 表示發動的機關是立法院 所以如果立法院有邀請的話 當然我一定會應立法院的邀請到立法院來 另外立法院的徵修條文也已經有明定 總統在做國情之文的時候 如果立法委員有希望進一步了解的地方 那總統也得就立法委員所希望了解的部分 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那這一些憲法或是法律有規定的部分 任何一個總統都應該要依照法令來進行 那之前之所以台灣總統沒有到立法院去進行國情之文 完全是因為立法院的朝委協商並沒有獲得一致 也從來沒有由立法院發出對總統的邀請 所以沒有辦法申請 所以總統到立法院進行國情諮詢 並且聽取國會議員的意見 其實這個憲法跟法律都已經有明定 這部分沒有問題 既然民眾黨柯文哲主席 要提名徐春英女士作為不分區的立委 面對社會大眾的質疑 那柯文哲主席有責任對外說明 而不是只是輕輕鬆的講讓子彈再揮一次 然後呢讓徐春英女士直接面對這個問題 我會說明現在是不分區的 但是這部分沒有問題 代表人說明是不分區的 那些院選擇 那些院選擇 都不是太陽 但是有很多人 那些院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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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